这女孩是说到这 洪德丽等人便明白了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那正是大好年华 结果一场车祸失去双腿 从此以后再也不能走路 人生失去了色彩 难怪会这么低落呀 啊 这样 洪德丽是抓了抓头发 有些为难的说道 哎呀 可是那些猫猫和狗狗什么的 好像已经被抱养走了呀 这要是再想要的话 估计得等多少时间呢 他呢 也确实是有些为难 啊 这个 总不好把人家已经领养走的猫和狗 再要回来吧 这就不合适 大力 你就帮忙 想想办法呗 唐沐欣是急的 你看他 就那么低头不语的坐着 看着好可怜的 哎 要不我把小喵送给他好了 他说到这 洪德丽是赶紧拦住了 对对对 去 还是别了吧 他都已经够郁闷的了 你再把小喵送他 这同病相连的天天看着 那更火上浇油 他这话说的没错 这男孩已经残疾了 你说这再养只残疾的猫 给他这一天天的 是吧 大眼瞪小眼 那心情更差了就 那 那怎么办呢 唐沐欣是急着问道 哎呀 那什么 你当我想想办法 洪德丽死时呢 将注意力 放在这小男孩身上 从衣着上看不出什么 但是明显的很瘦弱 这胳膊瘦的 可以说是皮包骨 面色是相当惨白 像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样子 哎 他平时不怎么吃饭吧 洪德丽是问道 嗯 自从那次事情出来之后 我弟弟他 他从来就没笑过 提起这伤心事啊 女孩这眼泪汪汪的 每天的饭量夹起来 也就只有一小碗 那这问题很严重啊 很严重啊 洪德丽是终于明白了 女孩为什么来找自己了 可以说 双方之间的条件差距 堪称是 这玛利亚纳海沟 与朱姆朗瓦丰之间的落差 要是平时吧 就算再给女孩十几个胆子 她也未必敢来求洪德丽帮忙 毕竟嘛 很多人下意识的都不愿意 跟自己差距太大的人交流 可是为了弟弟 女孩是不得不鼓起勇气 每天一小碗饭 是每天 不是每顿 这样的饭量再加上 极为低沉的精神状态 重度自闭症 要说这小男孩 明天就跳楼自杀 洪德丽都绝对不会怀疑 这历来有句话 叫做救人一命嘛 胜造七级浮屠 遇到这种事情 洪德丽是自然要想办法的 小弟弟 你叫什么名啊 这洪德丽啊 是小事问道 小男孩是猛的听到 洪德丽的询问 有些精道似的 又往轮椅里头缩了缩 不敢看洪德丽 给怯懦了半天 这才很小事的说道 我 我叫娱乐水 这话说完了 头垂得更低了 哎呀 看到这男孩 这副表情啊 这周围的人呢 也都是暗自叹了口气 这事啊 不好办 看得出来 这个男孩 非常非常的自卑 他也不敢跟人沟通交流 整个人都是沉浸在 灰暗的未来之中 感觉不到半点的希望 哎呀 这不好办呢 你男狗腿是说道 这可怜的 你说这孩子刚这么大 嘘 小事点 蠢货 另一名男狗腿提醒他 哎我跟你说啊 别好心办坏事 叫这孩子听到了 岂不是火上浇油吗 我冲动 我冲动 那男孩是噼里啪啦的 给自己量个耳光 行了 那还是看少主怎么办吧 少主一定会有办法的 哎呀 看得我这心呢 我只 只抽抽着 有道是近朱者是 近墨者黑 洪德丽为人善良 他身边的狗腿子们呢 也都是同样的货色 见到这种情形 那都是无比的同情 只是可惜 他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洪德丽是叹了口气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此时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 等着他来想办法 一时间 现场是安静到了极点 只能是听到淡淡的呼吸 是 怎么办呢 洪德丽是想来想去 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忽然 眼门前是一亮 伸出手 盖在鱼乐水的这个小脑袋瓜上 揉了揉他的头发 笑道 哎 乐水 大哥哥叫念威姐姐为你唱一首歌 好不好 这鱼乐水是缩了缩脖子 那可能是感觉到了洪德丽手上的温暖 咬着有些干裂的嘴唇 缓缓的抬起头来 带着怯懦的眼神呢 哎 这看着洪德丽 感受到洪德丽目光中的善意 犹豫了一下 终究是点了点头 那什么 咱这样 先听歌 待会儿你大力哥哥带你玩 好不好 这洪德丽是语气温柔的说了一句 之后 接过轮椅后面的扶手 推着这个小脑袋水啊 缓缓的往公园的播音室走去 唐沐欣是抱着小喵 跟李念威 林小一等人赶紧跟上 这女孩是咬着嘴唇 泪水数 瞬间是模糊了双眼呢 都说洪德丽是个超级败家子 可是他这个败家子 好像跟一般的大顽固 有些不大一样 很快 到了公园的播音室 给洪德丽是拿过麦克 先是试了试嗓子 喂喂喂 喂 能听到吗 哎 有事没 有事没 边试边拍这麦克 一时间整个公园 都传来了他的声音 喂喂喂 有事没 有事没 听到洪德丽的声音 这整个公园 瞬间就安静了 短暂的安静过后 人们是纷纷的敲声议论起来 哎 是大力少爷的张眼 哎 他这尸脉呢 什么情况 不再清楚 莫非又有什么新的好节目了 有可能 大力少爷一向都有好点子的 呦 好像不是 哎 根据最新的可靠消息 好像是一个姐姐带着残疾弟弟 来找大力少爷帮忙来了 据说啊 那个残疾弟弟 有严重的自闭症啊 真的假的 严重的自闭症 哎 那大力少爷能行吗 我也不知道 先看看吧 听到那残疾弟弟的事 啊 这公园里面的游客 也都表示非常的怜悯 同情 却又束手无策 这女孩是站在播音室的外头 听着周围游客的议论 身体都有点微微发抖 两颗泪珠呢 劈里啪啦的 从眼睛里头滚了出来 这时 一只温暖的手是搭在他的肩膀上 这种让人安心的感觉呀 特别好 女孩是窃窃的抬起头 果然 是那个笑的特亲戚的大力少爷 那个 麦克风 挺傲视的 应该是没啥问题 洪大力是给了他一个鼓励点声 那什么 咱就一起 喂小乐水 加油 给女孩是咬着嘴唇 点点头 行 谢谢大力少爷 正在此时 李念威的声音 从整个公园的音箱里面响了起来 各位亲爱的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李念威 一听到李念威的声音 这全场的游客 先是明显的愣了一下 随后是疯狂的欢呼起来呀 哎呀 我女神李念威 李念威说话了 哎呀 这没白来呀 我听到我女神的声音了 我就是来对了 女神 女神 女神知晓唱歌吗 李念威的声音呢 停了一下 之后继续详解 今天 我和少主得知了小乐水的事情 紧一只手Let it go 冰心锁送给他 希望他能够打开心锁 重新变回一个开心 快乐的孩子 回一会儿 一阵阵如匆匆泉水般的钢琴声 流淌出来 那这音点柔美清水 带着那么一丝丝的清凉 一下子就把人的心弦紧紧拉住了 就这一首Let it go 冰心锁 出自地球上好莱坞的动画电影 冰雪奇缘 那是洪德利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当然了 这原曲呢是英文歌 洪德利记不住歌词 所以改了一点 就变成了这个版本 这首歌的音域很宽 音调变换非常多 在地球上能唱好这首歌的 那歌手并不多 不过 好在李念薇确实有实力 他的音乐天赋非常优秀 这才能完美的将这首歌演绎出来 这所有的游客都愣住了 很快便沉醉在了歌声之中 李念薇这异常圆润细腻的歌声 太过优美 甚至堪称华丽 像流水一般的躺进人的心中 让人无法拒绝的融化在了歌声之中 这所有的人啊 都是沉浸在了李念薇的歌声之中 仿佛是童话故事中的场景 如梦境一般展现在眼目前 等李念薇将这一首 Let it go 冰心锁 演唱完毕 唱出了最后一个音符 慢慢的收住尾音 这所有人的心中 都只剩下了震撼了 泪水 顺着女孩的眼角是悄悄滑下 滴落在了嘴边 她却是浑然不觉呀 干脆闭起了眼睛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心中的酸楚好受一点 特别是小乐水 目光迷蒙的 这心神跟着歌声摇曳 是啊 心中的那把无形的锁 难道就要一直这么锁着自己 让最亲爱的姐姐和爸爸妈妈 为自己担心吗 这样怎么可以呢 姐姐 姐姐呢 小乐水是转着轮椅 出了播音室的门 一看到自己的姐姐 顿时笑了 那先是这微微咧开嘴角 之后笑容 越来越大 越来越开心 最后 终于是大声说道 姐 我饿了 我要吃饭 李念威的一首 Let it go 冰心锁结束 唐木欣是靠在 林小一的怀里头 哎妈 泪眼汪汪的笑道 小一姐 人类的知识范围 已经无法解释 大力的存在了 这个败家子 把念威姐在演唱会 唱的新歌 就这么败家的放出来 这样就没神秘感了嘛 林小一是笑着回头 可是看欣欣的意思 一点都没反对 对不对 那当然 唐木欣是狠狠 揉了揉鼻子 这一点 我其实还是挺赞同他的 可能真的是 他说的那样 败家是技术活吧 反正 我是学不来 李念威 却是放下了麦克 马看向门外的红德丽 满脸的微笑 难难说道 小丑每次 都有这种震撼人心的好歌 尤其是这首歌 送给小乐水 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希望小乐水 能够振作起来吧 林初音则是淡淡的说道 哥还是很好听的 门外的姐姐和弟弟 紧紧搂在一起 这红德丽看的呀 眼睛是有点酸 呵呵笑了起来 果断是转过身 这风子突然这么大了呢 这不习惯啊 我还是赶紧的给小乐水 找只狗狗去吧 正说在这呢 忽然两道人 也是一左一右的扑了上来 哎 这左面一人是说道 少主 这歌叫什么名字 有没有正版的 我要把它放到网上去 我给推荐 我天天都给推荐 另外一人则是说道 少主啊 这歌的背景 肯定是有故事的 对吧 少主 您一定是又要拍什么好电影的 对吧 又求内部妖气 求内幕啊 哈哈哈哈 不用问 这俩人 自然就是圣文石和丁承志 这对铁杆搭档了 这俩人一上来啊 就抱洪德里的胳膊 洪德里是大叫 打打打打 从这 从这 哎 叫让人看到 乘客踢短 快从这 你 你们再不从这 我就要狗腿子们 把你们俩打出去 拖死 结果 这俩人撒娇啊 嗯 不放手 就不放手嘛 少主 你不叫咱们满意 咱们打死也不放手 我泥嘛 流氓会撒娇 神仙也挡不住啊 洪德里是无奈的说道 啊 呸呸呸呸呸 放手行不行 放手行不行 歌名叫 Let it go 冰心锁 是动画电影 冰雪奇缘的主题曲 这下你们总该满意了吧 放手 放手 啊 俩人总算是满意了 这时候 一个大约六岁的小女孩 带着一只拉不拉多 颠颠的跑了过来 一见洪德丽啊 就拉起洪德丽的衣角 是大力哥哥吗 人家叫小文文 这小文文呢 长得挺可爱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这脑袋底上 还用蝴蝶结 扎了一个羊角辫 哎呀 哎呀 这这这 小文文呢 哎呀 这文文挺乖哈 哎 你找我有事吗 洪德丽是笑着 蹲下身子 嗯 妈妈说 做人要有爱心 这小文文 哪声哪声的说道 这是我刚才领养的大狗狗 人家给起名叫拉布 他可会讨人喜欢了 我也好喜欢的 这小呀 都说到这 眼神里头恋恋不舍的 伸着小手 不停的摸这拉布的后背 边摸呀 边撅着小嘴 大眼睛里头 眼泪汪汪的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很喜欢这只拉布 呆了好一会 他终于下定决心 说道 哥说这位小哥哥 好像很需要他 所以 所以人家觉得 叫拉布去照顾他 更好一点 人家实在不行 等以后再养一只好了 听到小姑娘这么说 圣文师擦了擦眼角 哎嘛 老累纵横 哼 哼 哼 少主的能量真实 啊 跟他在一起 总是感觉这个世界 他怎么就这么美好 能连个小丫头都这么懂事 我这 这丁承志在一旁 啪啪踹他两脚 我之前就说 将你领养一只 说什么没时间照顾 呸 你瞧瞧这小丫头委屈他 我真想抽你 不是 那你怎么不呀 我家有两只了 我自然得让给别人呢 这时候 女孩是听到这边的对话 推着轮椅走了过来 这小乐水一看到拉布 我顿时眼睛一亮 这只拉布 让宠物护理师照顾的非常好 毛色很亮 长得也很大 搭了这舌头 非常精神的样子 他可能是感受到 这小文文的意思 那往这个 小文文的胳膊上的 这么蹭着蹭 最后 小文文是扁了扁嘴 一直小了水 说道 拉布 以后 你要好好照顾小哥哥 一定要躲得开心 知道吗 这拉布是听话的 最后舔了舔 这个小文文的小脸蛋 之后是走到小乐水的身边 哎 哎 这么着 又舔了舔小乐水的脸 这个时候 小乐水 与之前的状态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变化非常大 虽然重度自闭症的 绝对是没这么容易 就能变回来 但是至少 脸上有了些笑容 而且 对于莫乘的事物 也不再那么排斥了 那甚至还是有些忐忑的 伸出手里 摸了摸拉布的大脑袋 大力少爷 谢谢你 谢谢你 女孩是哽咽的 她实在是不知道 应该怎么感谢红德力 因为说起来 红德力好像什么都不缺 到了最后 只能是千言万语 化成了谢谢这两个字 可是这已经足够了 没什么 反正我是摆下子吧 无所谓的 小文乖 以后大力哥哥 再送你一只拉布 好不好 红德力是笑呵呵的 那拉起了小文文的手 她本来以为呢 这小文文会答应 结果就没想到 小文文居然是摇了摇头 不要 妈妈说 做人要知足 人家已经有一只拉布了 就不能要第二只拉布了 以后 我多去小哥家里 看看拉布就可以了 呵 这懂事的小丫头啊 挺好 红德力呢 是哈哈大笑 行 咱不说这个了 那个小文文 你爸妈呢 他们在那边呢 小文文是一直不远处 树下的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妻 大力哥哥 爸爸和妈妈在那边等我 我先去了 以后我会经常去看拉布的 哎 不是这就走了 红德力是眼看着小文文要走 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至少得带着好好玩一会儿嘛 赶紧说的 哎 小文文 BG啊 大力哥哥带你去玩跑跑卡丁车 怎么样 自己今天来这 主要是想来体验一下 这跑跑卡丁车的效果来的 至于带着这么多狗来嘛 拉一下人气 其实 那只能算是顺便 顺便而已 真的 听说有新的玩具 小文文顿时不想走了 冲爸爸妈妈妈喊 爸爸妈妈 但李哥哥说 要带我去玩跑跑卡丁车 人家想去嘛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哪是最安全 哪绝对是红德力这位 败家少爷身边 那段夫妻听了小文文的话 哎 对视了一眼 最后 还是慢慢走了过来 给爸爸呀 跟红德力打招呼 那就麻烦大力少爷了 客气 客气 小文文很乖的 啊 给红德力当你啪 打一响指 那什么 咱走了 玩跑跑卡丁车去 要说这一首歌啊 不同的人听着 总有不同的感受 这首 Let it go 冰心锁 原意是迪斯尼电影 冰雪奇言中 这个冰雪女王 为了隐藏自己的能力 忍了20年 结果最后 到底还是因为意外而暴露了 所以这原版的歌词 先是非常不甘 犹豫 最后 却干脆不在乎别人的那些评价 在自己的世界里头 随心所欲 可是红德力呢 因为这英语不得好 所以只能是凭借之前听过的 某粤语版的记忆 填上中文歌词 于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相比之下 这个歌词呢 倒是确实更适合小乐水的情况 只要是坚强起来 打开心索 勇敢面对困难 总有一天 会得到真正的快乐 这圆圆的 一颗大树下面 首长是看着红德力 以及他身边的人 轻轻的摇摇头 叹了口气啊 说道 这个小混蛋 每次都会给人惊喜 你还别说 这首歌真挺好听的 我这么大岁数听着 都感觉全身的毛孔 刷一下的 打开了 从头到脚 一阵的酥麻呀 厉害 感叹了一会儿 这首长脑子里头 还在回味着之前李念薇的歌声 哎 又仔细的这么回味了一会儿 首长忽然是微笑道 啊 这段时间实在是有点忙啊 放弃了很多东西 看来有机会是该好好放松一下的 嗯 至于那些事情 等红德力这小混蛋玩尽兴了再说吧 免得打搅了他的兴致 这个臭小子 就是这个性格 真讨人喜欢 公园的另一边 啊 这白石河马是坐在路边一张木凳上 微微低着头 又想了一会儿 忽然说道 前少爷 以后任何情况 都不要与红德力在影视娱乐音乐上面 硬碰硬 这个红德力很有天赋 身为丰田财阀的首席顾问 这白石河马对红德力啊 有这么高的评价 当真是叫人惊掉下巴了 这钱有金表示非常惊讶 石先生 这红德力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他是有天赋 没错 我也承认 而且这歌确实是很不错 不至于得到您这么高的评价吧 笨蛋小子 你没听歌词吗 白石河马是淡淡的说道 这歌词中有两句是这样的 我用我能力奏出冰天的奏歌 我内果藏着潜力 翻出不适的风波 看着我前路变色 冰封千里多 闯新天 一个我 再也拦不住我 如果不出意外 这应该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歌 或者 这其中的插曲 而且这电影应该是冰雪方面有关的 女主角 应该是拥有控制冰雪能力的人 这个红德力在影视方面 确实相当有想象力啊 要说这李念威 只不过就是唱了一遍 结果白石河马居然能够记住 并且分析出来这么多 确实相当厉害 这 哎呀 仔细想想还真是哈 钱有金是当即点头赞同 行 那我以后一定注意 他说到这儿呢 忽然又笑道 看来好莱坞那边有好戏看了啊 这跑跑卡丁车 跑到前面 红德力士带着一群狗腿子 身边站着唐木新 李念威 林初音 外加上姐弟俩 小文文一家 这班上同学 以及远远离的群的围观群众 正看着面前造出的 这二十辆刚造出来的卡丁车 小乐水对拉布极为喜欢 走着一路 一直在轻轻的摸着拉布的后背 小文文呢 倒是一挺乐观的孩子 性格也算是活不外向 很快就跟小乐水混熟了 此时看着这些卡丁车呀 笑嘻嘻的问道 小哥哥 这些车你会不会开呀 看起来好有趣呀 这卡丁车呀 底盘极底 距离地面 大约也就是十厘米左右的高度 轮比较大 直径嘛 约摸是在六十厘米左右吧 车身却并不大 哎 这周围呢 安装着一个大约直径 二十厘米左右的宽大气垫 看起来跟那碰碰汁 没太大区别 不过洪德利却是知道的 这玩意儿动力可足了 跑个三十麦左右 不成问题 尤其是车身很重 这样就可以避免 因为颠簸导致车身飞起来 对司机造成什么伤害 而且这跑道呢 也是特制的 算是盘山路 各种大弯 这地面平坦的 连片树叶子都找不到 地面质量也是非常完美 洪德利这个外甲底 这条跑道 它是直接按照 飞机跑道的规格要求的 那家伙厉害 当然了 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路边的大约 半米左右高矮的围栏 全部都是上好的橡胶板呢 这样 可以保证弹力的同时呢 避免卡定车冲出跑道 可以这么说 光这个跑跑卡定车的 这些设施 就花了起码 八百多万 小乐水是看着这些卡定车 脸上写满了向往啊 之前呢 一直都有深度的自闭症 如今终于是有了 那么一点好奇心 小乐水总算是愿意说话了 应该会很好玩吧 可是 我不会开 这时候 洪德利是笑呵呵的说话了 嘿嘿嘿 初音 这些车你看怎么样 跟咱们当时设计的 应该差不多吧 不知道这性能好不好 嘿嘿嘿 嗯 我试试 林初音师直接坐上了一台卡定车上 系好了安全带 之后按下按钮 卡定车车身的 顿时出现了一个保护驾驶员的驾驶舱 这驾驶舱啊 都是特制的 极为坚固 好吧 那实际上就是大约 儿童必绑粗的那么一个 钢筋框架 这样 在保持视野的同时 还可以更好的保护好驾驶员 至少这卡定车怎么翻滚 那驾驶舱的这个钢筋框架 都能够牢牢的支撑车身 驾驶员呢 可以保证除了受到些惊吓之外 绝对不会受到什么伤害 很快 驾驶舱闭合 林初音是狠狠的吧 踩了下油门 哭一下 那卡定车就以三十来卖的速度 直冲了出去 然后 就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咚一声啊 撞着跑到边上的向药板上了 哎呦我天 哎呦我天 这洪大利等人看的胆战心惊啊 你说你试试就试试呗 你这么试着呀 然后就看到林初音 完好无损的倒车 之后 又是以三十卖的速度 开了回来 等到了距离众人十米左右的时候 一个漂亮的漂移 之后缓缓把车停住 测试完毕 除了因为惯性 有些碰撞感之外 一切没有问题 林初音如实说道 这洪大利等人一听 我的天 这什么玩意的这是啊 你你你测试是这么干的呀 太另类独行了 不过 不管怎么说 至少林初音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这卡定车还是很安全的 所以呢 洪大利是二话不说 找了一辆红色的卡定车 就跳了上去 等系好这安全带之后问道 那个还谁来呀 速度速度啊 咱们去开两圈试试去 我来 我来 这别人吧 还有点害怕 洪大利的重狗腿 那可不管这些 反正少主上车了 他们那是必须要陪着的 于是 跑跑卡定车限时版 在世界上的第一次比赛 就这么开始了 参赛者 洪大利 九德狗腿 林初音 场地 天井山公园盘山路 圈数 三圈 比赛录像 跑道上空 全方位无死角摄像头 造价 一百二十万 大屏幕四个 这很快 参赛选手准备就绪 周围群众呢 到位了 之后 这卡定车专用裁判 手持着一把气步枪 破 这么一声枪响 惊起了无数的飞鸟 比赛开始 这洪大利是狠狠 一脚油门啊 其他人在这种比赛上 那可不能让着 都是咬牙切齿的猛加速 反正这玩意儿 车身重 周围呢 又有防撞气囊 随便想怎么撞 就怎么撞 于是 洪大利是刚起步 没跑出几米 就被撞了十几色了 瞬间 被拉在了最后一名 哎呀我去 哎哎 前面那狗腿的 你敢撞老子 行 看老子怎么治你 这洪大利是气息败坏的叫道 哎呀 那舍命赔君子 为了胜利 我豁出去了 男狗腿则是如实说道 嘿我靠 这洪大利追上去啊 光一下 把他撞到一旁 看老子的 败家狂击 熊叫 继我命 我拼了 这男狗腿也是不甘示弱 当起追上 疯了似的 他们这边啊 赛场里头斗的 那就一热火朝天呢 外面的观众 也是看的热血沸腾 他们平时吧 对这些游乐项目 都不太感兴趣 但是 一看到这卡丁车 这么有意思 顿时就愣住了 之后嗡的一下 就一轮开了 哎嘛 哎哎 这项目好啊 叫啥呀 大夫我也想玩 我也想玩 哎 看起来刺激又安全 哎 快看快啊 大利少爷的红色赛车 已经追到第八位了 哎呀 是 看来这大利少爷 开车不打地啊 还不如我呢 呸呸呸 人家 那就大局在握 开车开的好 那那是司机干的事 呸呸 哎 快快快快 大利少爷 追到第六了 这下面的小乐水 和小文文 俩人是仰头看着大屏幕 不停的 给洪德利加油 大利哥哥 加油啊 冲上去 快冲上去 这俩小孩 如今已经算上是 洪德利的绝对死忠 甚至 就连这一旁的拉布 也给洪德利打劲 很快 三圈跑完 最终洪德利呢 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前两名是林初音 和狗腿 李洋 过瘾啊 绝对是过瘾 今儿是过了瘾了 洪德利是哈哈大笑 心满意足的 从车上下来 我跟你说 这千八百万的 没白花呀 玩的太爽了 怎么撞都没事 可不吗 为了爽一回 干进去一千万来了 换谁都爽 隔着这么一场比赛下来 全场所有人的好奇心 全部被提起来了 龔带利是说道 那什么 好了 谁想玩的排队啊 人多 后面就只能跑一圈了 不然忙不过来 小乐水在一旁 跃跃欲试的 这个小文的呢 问道 小哥哥 你玩不玩啊 听小文的问起 小乐水是狠狠点头 不过很快 脸色呢 就暗淡下去了 随后又是摇摇头 有些伤心的说道 我 我不玩了 我没有腿 这倒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一时间 在场众人都没什么办法 这忽然 小文文是走上前去 那小哥哥 我当你的腿吧 是要踩油门是吧 我帮你踩 叫一个六岁的孩子踩油门 十岁的孩子开车 这能行吗 众人是面面相许 是吧 不过洪大利呢 还是比较有及时的 笑道 也成 这样 大家速度呢 都放慢一点啊 这次咱就不算比赛 玩的有乐趣就行了 免得弄伤孩子 听他这么一说呀 厂内众人 都把自己家的孩子 往前推 那个 大力少爷 不如就叫小孩子们 玩这一圈吧 你把车的速度 设置和限制就成了呀 是啊 把速度限制在树脉吧 也就自行车的速度 按照这车的设计 绝对安全 这确实是好主意啊 龙大利是问着林初音 初音 能限制车速吗 林初音是点点头 设计最初 就考虑到这一点了 所以 有这个功能 行行行 嘿嘿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等林初音 把这车设置好了之后 龙大利呢 深深吸了口气 什么 那开始吧 龙大利这边玩的呀 没心没肺的 而就在网上 李念威刚刚演唱的那一首 Let it go 冰心锁已经快传风了 先是由不少群众通过录音 把这首歌呢 发到了网上 之后 没过多久 这酷歌音乐编辑圣文石 将这首歌的正式版权 拿到手了 直接是放到了 酷歌的音乐强推上面 然后这事可就闹大了 当天中午12点 酷歌的使用数量 开始猛增 一个小时的时间 同时使用量提高了16.7% 达到了3862万次 而且还在不断的猛增 下午2点 Let it go 冰心锁 酷歌音乐付费正版下载 达到了267万7871次 而且仍然是在急剧攀升 无数的听友呼唤女神李念威 出这个高清现场演唱会视频 表示哪怕载轨 也一定要下载正版 下午4点 Let it go 冰心锁 开始在各大会所广场 这开始播放了 无数的人呢 是驻足而听 这最大的音乐网站 酷歌音乐 为了这首歌 临时增加了一个音乐专题 这占了网站首页的 四分之一的版面 等到了晚上8点 Let it go 冰心锁 这两个关键词 迅速的 窜升到了 千歌搜索引擎的 排行榜前五位 这李念威的官方贴吧 发帖数量 瞬间 暴增了43% 这内容呢 全部都是这首歌相关 无数的人都在讨论 今天 天井山公园的火爆场面 与这首 Let it go 冰心锁的话题 尤其是天国的孩子们 更是对这首歌 尤为喜欢 这有些有想象力的孩子 问这首歌 以后初音天一组合 会不会在即将到来的 演唱会上面 演唱去 哎 迅速的 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而当然了 这其实只能算是 冰山一角 因为真正重磅的消息 这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 新海微博 酷哥官方圣文时 根据酷哥 最新最权威的统计 Let it go 冰心锁 在昨天一晚上的时间 高清音质 正版下载 已经达到了985万次 而且还在猛增 这首歌 我昨天在家里头 洗脑循环了几十次 每一次都能听出 很多独特的感触 那种从脚底板 直通头顶的痛快 实在是让人 永远都无法忘怀 赞美少主 赞美念玫小姐 能让我听到 这如此直达人心灵的音乐 彭辉影视音乐总监 最新消息 根据少主亲口证实 Let it go 冰心锁 是少主即将拍摄的 神秘电影 冰雪奇缘的主题歌 具体这部影片 将会在何时面试 不得而知 不过据说 少主有意 让念玫小姐出演女主角 并且在影片之中 演唱这首歌 希望广大影迷喜欢 毫不夸张的说 我自己早已经是 好奇心爆表 一年的膝盖 已经献出了 资深音乐人 汪波 这首歌 太吞娘好听了 对于念玫小姐的唱功 以及歌声中所包含的 丰沛的感情 我表示 无体投地 念玫小姐的成功 绝对不是偶然 资深作词作曲家 李胜 这首歌 在念玫小姐的演绎之下 全无任何破绽 如今我也对少主 准备拍摄的 冰雪奇缘 这部电影 表示非常的好奇 另外 我的两个孩子 更是对这首歌 如痴如醉 甚至连我的小女儿 已经是开始缠着我 买音响设备了 她是打算翻唱一下 放到网上 让念玫小姐听 音乐制作人 影视公司 无数的歌手演员 都在微博讨论 而更多的人则是表示 少主红的力 在娱乐行业的天赋 只能是让人膜拜 一时间 千歌少主官方贴吧里面 那关注人数再度爆表 从之前的三百万一夜之间 狂增了六十万 这无数的人 都在传送这首 直达人心灵的 Let it go 冰心锁 更多的人 则是在打听 电影 冰雪奇缘的事情 那当然了 他们是一无所获 无数的人将网名 改成了 Let it go 和冰心锁 甚至 有专家是惊呼 洪德利 又造成了一种 冰心锁的现象 因为现在在大街上 很多人一见面 打招呼 都得先问上一句 今儿 解锁了吗 当然了 与这解锁的问候语相对的 这首歌一出 也造成了另外一种 奇怪的现象 冰雪奇缘 甚至连开拍的消息 都没放出来 已经是拥有了官方贴吧 官方微博 官方电台 无数的电影爱好者 成天是泡在里面 灌水聊天 目的 只是为了获得最新的消息 当然了 他们也是一无所获 采微影视总裁 张采 这几天 接了电话无数 忙的呀 焦头烂额的 您好 我是张采 很抱歉 我们的少主拍的电影 拒绝任何广告植入 是的 就算代言费是300万 也拒绝广告植入 喂 你好 我是张采 实在抱歉 这部电影 我们无法植入任何广告 少主的电影一向如此 是的 女神的声道士 已经接近受尾阶段 可是 也没有任何的广告植入 别说是200万了 2000万 也没办法 少主平时最讨厌电影 和电视里面广告太多 所以 只能是很遗憾 哦 好的 谢谢理解 先生 请注意您说话的语气 我们少主好像并不缺钱 所以很遗憾 您的数字吓不倒我 好的 再见 哦 希望有机会 哦 算了 也不要合作了 现在的张采和当初完全不同了 跟在少主身边这么长时间 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区区千八百万的这广告植入费用 早就是不能看在眼里头 这少主满意吗 才是最重要的 与张采每天接百十个电话不同 此时红的力 正拼了命的 孤蚕着衣服 你妈呀 这个破天气 这热死人了 不带这么玩的 这叫我还怎么出门啊 如今已经是八月天了 正是下火一般的三浮天 就算这屋子里头开着空调 那也热的不行啊 毕竟嘛 空调只能降温 那挡不住天上 那火热的太阳啊 这就害得洪大利 没办法出门了 要知道 人可以活动 这空调可不能 想带到哪 就带到哪 所以洪大利就非常郁闷 大叫道 你什么 还有什么办法啊 能叫这天凉快点 再这么热下去 这暑假就没法过了 我得出门 我得挥霍 我得卖家呀 可是面对这太阳的威力 谁能有什么办法啊 也不是后翼啪啪射几个 众人设果断摇头 就连洪大利最喜欢的 李念玫的大腿 也没法躺了 这一贴上就出汗 黏糊糊的难受啊 要是能下长雨就好了 这唐沐欣也是热的难受 这空调吹着的时候吧 是凉快 可人一不开 浑身那就发黏 更难受 尤其是出门的时候 还容易感冒 得热伤风什么的 所以此时最好的办法 就是来一场雨 哪怕不下雨 阴谦也行啊 可是这有道是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啊 洪大利是一听 唐沐欣的话 顿时他就有办法了 哎 谢谢 有你的啊 哎 有办法了 老子终于有办法了 洪大利这边是狂笑 周围人听的 莫名其妙的 唐沐欣是问道 大利 什么有办法了 你有什么办法了 还能让这天下雨啊 啊 哎 我想到一绝妙的败家点子 老天不给下雨 怎么可以人工降雨啊 洪大利是哈哈大笑的 啊 唐沐欣整个人都呆住了 大利 你脑子没坏吧 就因为热了你打算 人工降雨 老天爷呀 头一次听说 人工降雨 是用来干这个的 对啊 洪大利是非常无耻的承认了 这种时候 当然就是要人工降雨的好时候了 对吧 不然什么时候人工降雨啊 那个费用他好高的 你知不知道 这一次要多少钱呢 唐沐欣是抓狂的 这什么 费用高不高 我管他这做什么 就是费用高 他什么干的 我得败家呀 洪大利是奇怪的 说着 拉起唐沐欣就跑 快快快点 咱们找出音问问去 与此同时 网络上的另一个角落 网游 今天呢 正是网络上大火的全新一代 3D网游零件 开放公司的好日子 而此时呢 距离零件公司的时间 还有最后的两个小时 这之前人气就相当火爆的一起 官方论坛上 此时的人气啊 更是达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峰 今日 19万3451 昨日 61万2355 帖子 4433万3421 会员 5亿 3211万 1144 这只不过一天的时间 啊 竟然就新增将近了 20万的会员 而就在零点的专区之内 这当日的发帖数量 已经是达到了12万铁 超越了网游中最火的龙羽大陆的10万铁 经过白石河马这段时间的炒作 这款网游在人气上面 已经是力压龙羽大陆 成为了天国新一代的网游人气之王 那只要是有人气 有玩家 这款游戏将会越来越火 滚雪球一般的壮大 而这个时候呢 其他的网游专区 发帖子的内容 也几乎都跟这零件相关 今天 零件马上攻测了 大家都去玩零件的哪个局啊 裂痕时空 虽然接着攻测只是个过渡 不过还是坐等零件 去的速度跟铁 而零件这边呢 已经是大有呼朋唤有之势 无数的网友纷纷发帖 这内测试 一个激活码要五百块钱 马上就开放公测了 据说这画面开到最高档的话 那就跟看动画片似的 不过 这个对电脑配置要求很高 有开群一起玩的嘛 玩家一 嘿嘿嘿 再努力的 攒这机箱钱呢 终于够开五档了 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就可以进游戏了 口水啊 玩家二 账号已经注册了 就当开服了 玩家三 我跟你说啊 这网吧我已经订好机器了 今儿通宵 有一起的 顶起 时间很快便到了下午两点整 到了这个大量的玩家 翘首以盼的时间之后 零件网游 开服了 只是一瞬间 这人气就被顶到了顶峰 在开服服务器开启之后 由于过多玩家登陆 导致这服务器一度面临崩溃 甚至就连官网也无法正常这个访问 很快 在得到白石河马的批准之后 服务器由原本预计的20台 在一小时之内增加了12台 这才算勉强将涌入的玩家安顿的差不多了 就这样 排队的人数 那就每个服务器都得有个几百来人 等到了下午4点 伴随着下班党的玩家们涌入 那同时在线人数 节节攀升啊 为了防止服务器超负荷 又临时调来了8台服务器 到了这个时候 零件公测第一天 服务器就开放了整整40台 由于每台服务器呢 最多可容纳1万人 因此40台服务器全线爆满 这就意味着 这款网游的同时在线人数 已经是达到了40万大关 就这种火爆的人气 已经是足以将零件这款网游 推到了天国网游历史的巅峰了 就连之前最为火爆的龙女大陆 那也都是远远不及啊 各大游戏网站上 这关于零件的消息 更是漫天飞 零件人气火爆 公测同时在线 突破40万 一网游戏频道最新报道 零件 目前40台服务器 已经全线爆满 而且更有无数的玩家在排队中 新海微博官方报道 零件人气火爆 超越龙女大陆 成为天国网游的新宠儿 天津市 明信网络 这柳明信呢 是看着电脑屏幕上面 显示出来的数据 深深的吸了口气 零件 这款游戏的火爆 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了 原本他对零件的评价 已经是足够高了 而且呢 他对零件公测预估的这个人气 已经是算在了 20万人同时在线的高度 可惜 他还是低估了对方的成绩 40万人同时在线 这个数据可以说是已经远远超出了 当初龙女大陆公测时 18万同时在线的成绩 如果按照正常的人际长幅来看 龙女大陆目前30万人同时在线 而这款零件呢 怕是将来很有可能会突破 70万人同时在线的大关 70万人 这已经是足以堪称是恐怖的人气了 要知道 很多网游可能会玩命宣传起来 最多能有个十来万人 同时在线 就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人气火爆了 更何况是70万人 哎呀 不好应付啊 这柳明信是难难的说道 很快 这个零件 就会正式进入网游榜的竞争 如今的网游行业 只有我的龙女大陆的30万人 同时在线 能对他造成一些压力 这其他的网游 还不够看 只有龙女大陆 勉强能与零件抗衡 那柳明信担心的 除了这龙女大陆之外 还有一点 梦刀塔联盟 他对红德利设计的这款对抗游戏 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 也相信 这款游戏一旦发不出来 一定会人起极为火爆 可是如今呢 柳明信 确实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信心 因为这款零件 实在是太吸引玩家的目光了 如今在天国最大的一起玩 网络游戏发布平台的论坛上 零件的单日发帖量 已经是突破了20万 可是呢 柳明信在这论坛上 加急开笔出来的 梦刀塔联盟专区 单日的发帖量 却也才不过一万出头 要知道 面对零件的宣传攻势 柳明信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力度 在各大网站上面 做最好 最强眼的广告 做最好的网站 动用了全部的资源来进行宣传 可惜呀 因为零件在前 反响平平 再见十两天 如果实在不行 只能是看看大力少爷 有没有什么好主意了 柳明信是深深的叹了口气 天津市 南部市区 浅浅秘密别墅 石先生 目前同时在线人数 已经突破了40万大关 这前友金是笑呵呵的 跟着白石河马汇报 就这位白石河马 不愧是丰田财阀的首席顾问 确实有本事 这款游戏 经过这么短的时间宣传 就能达到这样的人气 尾时是不可思议 其实这世界上 很多事情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简单 粗暴 往往是最有效的 记得 一定要小心 低调 这大事未成之前 不要有任何其他的动作 只管搞好网游这块 好 我知道了 柳明信那边呢 忧心忡忡的 这白石河马暗中布局 洪德里这边 则是更好的享受生活 而努力奋斗 陈辉大厦 四楼 光子立实验室之内 这洪德里啊 是看着坐在面前的林初音 问道 那个 初音 那啥 这天也忒热了 要不咱来个人工降雨 你看怎么样 给跟在一旁的唐沐欣 也是深深吸口气 这洪德里 他是彻底没招了 就因为天气热 就要人工降雨 不是我不明白啊 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啊 嗯 理论上说是可以的 不过目前材料 好像是不太充足 林初音是想了想 点头说道 真可以 洪德里瞪大眼睛 急道 都需要啥东西 我这就叫人准备 嗯 其实 人工降雨 本身不难 云呢 是由水汽凝结而成 而云的厚度 以及高度 通常有水中的水汽含量的多寡 以及宁河界的数量 云内的温度所决定 所以一般来说 云中的水气焦型状态比较稳定 不易产生降水 而人工增雨 就是要破坏这种焦系稳定状态 提起这关于科技方面的事 林初音又来话题了 嘿嘿嘿 这洪德利啊 在一旁猛点头 那什么 其实咱们也不是一定要降雨了 就是制造个多雨的天气 多云的天气 也可以 你看这能不能行啊 事实上 因为天气太过炎热 所以洪德利最初的目标呢 就是想制造出多云的天气 只要这云彩遮着太阳 很快就凉快了 他想的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了 想法简单 这实际操作起来 也不是很难 难的是投入 这好在 洪德利这个超级败家子 目前别的东西没有 就是钱多 他的零花钱 现在都是按照E来计算的 这叫一向对数字 没什么概念 他越发没概念了 嗯 是多云的天气啊 林初音是低头想了一下 之后缓缓说道 制造多云的天气 只需要使用干冰就可以了 因为由于干冰的温度很低 升华后低温的二氧化碳 气体碰到空气之后 可以使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小水滴 所以有白烟出现 舞台表面上 常使用干冰来制造云雾般的特殊效果 如果制造多云天气 只需要大量的干冰送到天上 短时间内是可以的 这一旁的唐木欣听的是瞠目结舌的 这这这这这 洪德利该不会是真打算这么干吧 然后唐木欣就知道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洪德利绝对会这么干的 只听洪德利说道 行 那就这么定了 我这就弄干冰去 大力 你信不信 我打断你的腿 唐木欣是恶狠狠的说道 不信不信 我家欣欣才不会这么隐瞒呢 你什么就这么定了 小叶 那个啥 你马上帮我联系一下 哪有卖这个干冰的啊 大量 大量的 洪德利是理所当然的说道 这林小一都无语了 好吧 看来少主这一次 是真的想要制造云雾来结束了 少主 这买干冰倒是可以 问题是 怎么才能把这干冰送到天上去啊 林小一是小心的问道 哎 这事我倒是真没想过 洪德利是想了想 很快吧 狠狠一拍大腿 那什么 联系玩剧场啊 叫那边 给我多做点大型的飞行玩具 到时候 咱们弄个无线电开关 等飞机把干冰带到天上去 一按开关 哗哗哗 打开这个干冰的盖子 岂不是就可以了吗 这洪德利是这么一说 林小一泪流满面的呀 本来呢 他是想要打消洪德利这个念头的 结果现在看来 这钱花的明显是更多了呀 于是当即众人就开始忙了下来 林小一是负责联系制造干冰的厂家 啊 唐沐欣呢 则是负责联系玩具场 洪德利就是个总领全局 非常干脆的坐在林初音的身边 笑嘻嘻的问道 那啊 初音呢 要不咱做个小装置 就是一按按钮 就能打开盖子那种 好不好 对于洪德利的要求 林初音呢 影响都不会拒绝 当即点头说道 好的 俩人这就开始了 这种简单的装置做起来并不难 很快 搞定 洪德利是终于想起来问正事来了 那个初音呢 那个 那股额装甲研究的怎么样了 就是可以叫小面前转 恢复正常的那个 嗯 那个目前进度已经达到了82% 不久之后 就可以进行试装了 技术方面已经解决 就差几个小器件 需要完善了 林初音是缓缓的说道 不错啊 不错 这洪德利表示 非常满意 对了 那个声音精确操控技术怎么样了 这个可是很重要的 以后知道机器人保姆什么的 全靠这个了 声音精确操控技术 目前进度已经是46% 还需要大约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林初音呢 对于目前还在研究的项目 非常了解 记忆深刻 这项技术确实前景很大 我目前 除了实验这项技术之外 还在研究具体的融合方面的设计 真的假的 哎 目前都开发出什么来了 这洪德利顿时又兴奋了 嗯 声音操控管家系统 这是我目前在研究的主要方面 这个系统 如果研究成功的话 房间里面 就相当于多了一个机器管家 林初音是淡淡的说道 这没了 小丫头 还不忘补充一句呢 这样我的房间 应该是可以整洁一点 林初音说的完全是不在意 洪德利听的 那就一激动了 机器管家 很给力啊 有没有 很过瘾的 有没有 这个好 这个好 洪德利是蒙点头 那什么 咱以后就开发这个了 等到时候 咱们科幻城那边全部装上 你 如今终于是有科幻城的赶脚了 正说着呢 林小一那边回来了 一进门就笑道 少主 干冰生产厂家联系上了 我要求他们全力生产干冰 相信 很快就可以生产出足够少主 您使用的干冰了 那可是人造多云天气啊 这一下 那干冰厂家估计得乐坏了 嗯 不错 洪德利对林小一的办事速度 永远都表示很满意 你看 等这些干冰迷到 飞机那边再到位 到时候 咱们每天来一次 以后走哪 这多云就跟到哪 想想都带赶呢 这又没一会儿的功夫 唐沐昕也回来了 一进门就撅嘴说道 大力 玩具厂那边我也帮你联系好了 三天之后 三百台遥控飞机送到 都是一米直径的 绝对是能够带那些干冰上天的 他说到这儿 还是有点不甘心 大力 能不能少败点家呀 人工降雨好贵的 洪德利是果断的摇头 不能 这接下来的两天 相安无事 总的来说吧 世界上也基本没发生什么大事 也就是网游零件 人气火爆 突破了五十万的同时在线人数 这大规是懒洋洋的 呆在风源湖底 乘凉 连洞都不想洞上一下 马路上下火一样 据说鸡蛋放井盖上 都能晒熟了 当然了 这都是表面上的 这暗地里头的风暴 依然在聚集 而且越发的暗流涌动 尖利美 好莱坞 詹姆斯 天国那边传来的消息 你听说了吗 小会议室之内 一名大约六十来岁的老者 坐在沙发上 看着身边的詹姆斯 问道 这Let it go 冰心锁 据说是红带里有开拍的 冰雪奇缘的主题曲 你怎么看 这老者呀 穿着很朴素 头发花白 表情却是很随和 看着詹姆斯 脸上始终是带着淡淡的微笑 这名老者 正是好莱坞园桌会议的一员之一 好莱坞脾气最好的老实人 约瑟 我听过了 约瑟叔叔 这詹姆斯是闭着眼睛 靠在沙发上 手指是轻轻的点击着扶手 缓缓说抖 这首歌的旋律 确实是很不错 天词呢 也很有意境 尤其是李念维演唱 毫无破绽 说实话 如果这首歌 是女神的圣斗士的主题曲 我的压力会很大 好在 这个什么冰雪奇缘 不会参加这一次的战斗 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不可大意啊 我的孩子 老约瑟 是微笑着喝了口咖啡 淡淡的说道 红大力这个白家子 一向擅长出奇之声 他搞出任何动静 都不算是稀奇 总之 我们必须要小心应付才行 哦对了 电影准备的如何了 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剪辑阶段 詹姆斯是潇洒的 耸了耸肩膀 笑道 全部3D效果 戴上眼睛之后 那画面就跟亲眼看到一样 非常棒 而且剧情也经过 很好的艺术处理 我相信道哨 上作率一定不低 嗯 那就好 老约瑟是想了想 忽然说道 哦对了 红大力最近 据说一直在跟本日国 丰田财发的大少爷 吴本光胡斗 最后 这吴本光失败回国 而红大力呢 直接是一通天国的小说行业 这现在很多小说 都已经翻译成英文 在我们国内开始印制了 上一次的世纪大战 红大力呢 作为最大的赢家 这种事情呢 在上次 早就已经不算是什么秘密 老约瑟能够知道 也算是理所当然 啊 这件事情我听说了 翻译的那些书呢 我也看了些 情节方面 确实是有独到之处 提到这件事 詹姆斯是哈哈大笑 事实上 也正是因为那些书 我参考了里面的一些情景 在我的这部 魔法时代的电影上面 进行了改进 如今我的这部电影的剧情 越发的流畅了 等到时候我们得到胜利 如果红大力要是知道这事 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想法 哈哈哈哈 哦 不要得意忘形 我的孩子 参考他的小说的情景 这件事情 知道就好 但是千万不要说出去 老约瑟是笑道 当然了 这种分寸我还是有的 詹姆斯是得意道 我也就是跟约瑟叔叔您 说一下而已 实际上 那些情节都非常的不起眼 可是 却能够在情节转折方面 起上很大的作用 就算他知道也没办法起诉我 这就好 哦对了 还有多久可以上映啊 老约瑟是问道 嗯 十天之后吧 后期制作结束 这后面随时可以上映 现在只等红大力那边 出上映日期了 到时候对于票房的胜利 我至少是有七成把握以上 七成把握 已经很不错了 努力吧 如果需要资金之类的 尽管和我开口 这别的可能我帮不上你 不过钱的方面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的 约瑟叔叔 天津市火车站 那乘务员的这广播声音响起 从广州市网天津的火车 已经到站 请各位乘客 看好随身的物品 准备下车 很快 这出站口 开始大批的出人 那又过了片刻 大概是一点零几分的时候 一名短发女孩背着背包 从这出站口是不紧不慢的 走了出来 女孩漂亮 或者说是精致 一头乌黑的短发 垂到了脖颈 既清爽又富有朝气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忽扇忽扇的 神灵活现 这女孩是鼻梁翘挺 那画着不淡不浓的烟熏装 很有富贵人家小公主的那种傲娇的气质 穿着一身黑色长裙 身材修爽 这肤色极白又非常细腻 如果摸上一把的话 那手感一定好得爆表 看她的长相 也不过就是十八九岁 前途后窍 尤其是这爆满的胸脯 完全是当得起凶狠这两个字 那些男成客 看她的眼神非常火烂 如果有这经验丰富之辈 一眼就能看出来 至少那是三十六亿的规模 这边也没凉快哪去 女孩出了站台 站在天津市火车站的广场上 看了看周围 看样子想打车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她正在寻找出租的功夫 仿佛是蚂蚁看到蜜糖似的 一下子 围过来七八辆 开着各种豪车的世家地 纷纷的对她做出了邀请 美女 哪去 我送你一程呗 这么大一群富家子弟 向一个姑娘打现殷勤 那要是一般的姑娘 早就安耐不住上车了 可是这女孩呢 却是微笑着 摇摇头 理也不理这些人 只是在那自顾自的 找着出租车 这时候啊 有个富家子弟急了 美女 上车呗 想去哪就去哪 保证服务到位 如何 哦 那女孩是轻轻的 欧了一声 捏了捏 这娇嫩的小拳头 谁在不好意思 我非常讨厌陌生人 中我搭讪 趁我还没发火之前 你们最好离我远一点 否则 后果自负 听这女孩说的有趣 那些富家子弟 顿时全不笑起来了 哎呀 是个小辣椒 我最喜欢辣的 哎 这样才有味道 是啊是啊 看她长得跟高中生似的 还说叫咱们后果自负 嘿嘿嘿 美女 有什么后果呀 叫咱们知道知道呗 嗯 其实 也很简单了 这女孩是笑嘻嘻的 那来到了最靠近她的 那辆车前头 那车的主人 以为女孩打算上她车呢 结果 刚拉开车门啊 就看到这女孩 一拳头 啪 砸在她的车前盖上 咣一声大响 那车前盖上 顿时出现了一个 伸进半厘米的 长齐的拳印 啊 这个随后 扬两手 说道 我说了后果自负 你们偏偏不信 女孩这么说着的时候 这小嘴 一扁一扁的 那这看着好像受了多的委屈似的 能在车前盖上 砸出这么一拳印子 我的天呐 女孩的这一手 顿时把所有人震住了 她们再怎么说 也就是普通的富二代而已 家里头有些小钱 可是很明显 女孩不是她们能够折得起的人物 这一群人见了这架势 哪敢再有半句废话呀 话锋是顿时急转呢 哎呀呀啊 哎呀 那个 我还有事 没办完 美女 您先忙着 我先把事办了再说 我我我我也是 我也是 下次有机会再送你啊 我走了先 哎呀呀 你看这事闹的 你看在这等的 那个美女 以后常走动 常走动 我先走了 这转眼之间 一群人是坐鸟兽鱼散装 一点胆子都没有 这女孩啊 明嘴是一笑 表情是无比的妩媚 要是再坚持一下 说不定人家就上车了呢 可惜 正说到这 一辆出租车 靠了过来 女孩是拉开车门 说道 司机师傅 到陈辉大厦 陈辉大厦呀 这词可是最近的热门啊 司机不敢怠慢 赶紧的是发动汽车 那个是有名的地方 少主你知道吧 少主就在那 要说这少主啊 那可真是神了 他的事我都说不完 是吗 我好像就是要去找他的 女孩是笑了笑 哎呀 真的 那可是贵客 哎 姑娘 听你口音 不是本地人呢 这司机啊 是系好了安全带啊 笑道 嗯 我是广东那边的 来这边串个门 司机 多久才能到地方啊 这女孩呢 是点点头 也快 要是不堵车的话 半个小时 准够了 那就好 到了教哟 半小时之后 女孩是站在 陈辉大社的大门口 哎 看着这来来往往的人群 好奇的说道 看起来很不错呀 洪德力 果然是很有钱嘛 哼 哎 不知道 他现在在哪 这找的保安 女孩是问道 保安大哥 请问一下 洪德力现在在这吗 我找他有事 这么漂亮 女孩跟自己打招呼 这陈辉大社的保安 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急忙说道 啊 我也不太清楚 你什么 等我给你看看啊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说着 一路小跑出去 很快又跑了回来 哎 少主的坐驾在这呢 估计不是九楼采卫影视公司 就是这四楼实验室 少主一般 也就在这两个地方 待的多一点 哦 这女孩是当即点头 那我就去看看 她在哪 谢谢了 不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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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保安那就一受宠若惊啊 等女孩走的远了 还在不停的 看着她的方向 哎呀 这妹子 好啊 我是没机会了 也就少主才行吧 这人跟人 这没法比呀 这个 陈辉大厦 四楼实验室 哎呀 我说这天真是热得要死呀 不是什么时候才能人工降雨啊 洪德丽是没精没彩的啊 躺在椅子上 搭了这脑袋 我说天气还能让人活吧 啊 就吹空调都难受啊 唐母亲也是感觉 这人工降雨实在是很有必要啊 外面大太阳 那不是一般独啊 看到都感觉刺眼睛 这小丫头在一旁哼哼的 夏天真的是暴过呀 大历 要不我去催催 已经催了 洪德丽表示很郁闷 这东西生产的还是慢了点 关键是产量固定的呀 结果 俩人正说到这儿呢 忽然 猛手是传了一把娇滴滴的声音 请问洪德丽在吗 嗯 大历 装你的 这唐母亲蹬一下就站起来了 温柔的把手放在洪德丽的胳膊上 这声音 好甜啊 大历 你说 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在外面 沾花热扫了 这唐母亲说着 就伸出这指甲 轻轻的捏起洪德丽胳膊上的一块肉 看样子 这洪德丽只要回答的 叫他有半点不满意 那就得加法伺候 别动手 别动手 不能 不能 这洪德丽是毛骨悚然的 之后 看向实验室的大门方向 有谁会来这找我呀 话说我认识的人一共就这么点 怎么可能是我在外面沾花热扫呢 他刚说到这儿啊 就愣住了 之后 好奇的看着面前的女孩 问你谁呀 我认识你吗 那是一个特漂亮的女孩 一头乌黑的短发 垂到薄径 眼睛大大的 又亮 画着不浓不淡的烟熏装 很傲娇 很公主 尤其是他这身材呀 前途后翘 非常凶狠 加上看上去 也不过是十八九岁的面孔 有物啊 这女孩很漂亮 而唐木欣在看到这女孩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 坐的 离洪德丽近了一点 危机 深深的危机感 尤其是那对饱满的胸脯 自己看了之后 顿时就自卑了 虽然自己的洪德丽这个外家子 并不是很在乎 但是有人跟自己想未婚妻的位置 那自己怎么办 让还是不让 他想了一下 最后得出的结果是 果断的不让 自己和洪德丽的亲事 其实爷爷制定的 不能让 你是洪德丽就好了 这女孩是缓不上钱 特资来手的 找了一凳子坐下 随后放下包 之后是看着洪德丽呢 笑嘻嘻的说道 我最近没钱了 听说洪德丽乐善好施 是咱们天国最大的败家子 所以就只好找你来借钱了 如果说有个人是你第一次见面 然后一开口就说没钱了 想找你借点 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 反正洪德丽就感觉莫名其妙的 自己虽然是败家了点吧 不过好像还不至于随便来个人 就能找自己拿钱吧 话说 自己乐善好施的名气这么大了吗 直接过来投奔咱 哎嘛 不过咱别的没有 钱倒是不少 洪德丽是好奇的 看着这个女孩 问道 哎 这钱我倒是有 不过 我为什么要借给你啊 听洪德丽这么说 唐木星恨不得呀 在他脸上扑 狠狠亲一口 咱家大力果断是给力啊 不受色诱 嗯 难道 我不好看吗 这女孩是可怜兮兮的 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 你要是再不给我资助点 我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难道 你忍心看人家饿死吗 他这话一出口 周围重男子 齐齐的 心头涌上了一个想法 不忍心 这洪德丽啊 好歹也是个男人 自然也不忍心呢 所以他说道 呃 你看这事整的 当然是不忍心了 你长这么漂亮是吧 那我不看不就行了吗 唐木星当场就想大笑一场 那不过好在忍住了 你要说不给 你就不给呗 这女孩是抽了抽可爱的鼻子 直接是伸出手 不给 我就不走了 要说这世界上什么事都有 不过这么神奇的事 洪德丽还真是头一次见 你见过一见面就跟债主似的要钱吗 你见过一见面就跟债主似的要钱的大美女吗 反正洪德丽是没见过 不过 见天这件事情吧 嗯 怎么看 怎么诡异 那洪德丽是好奇的问道 哎 你真没钱吃饭了 女孩是点头 洪德丽是说道 那你想要多少啊 饭钱我还是有的 这女孩是缓缓的张开 诱人的小嘴 五千万 他说的特平静 不过这个数字吧 就有点惊悚了 五 等会 等会 五五五五千万 日元呢 这洪德丽听的目瞪口呆的 美金了 我已经很节省了 这女孩满脸委屈 你们一样 一见面就五千万 还美金 用来吃饭不说 还说这已经很节省了 你巨龙变的呀 问题是 赶这么狮子大掌口的人 想必是有点本事的 那洪德丽呢 是摸了摸下巴 忽然说道 小爷 我这卡上的钱 还够不 少说 钱倒是够 不过这 这是不是 太多了点啊 林小姨是看看女孩 嗯 多倒是不算多 洪德丽呢 看看女孩 缓缓说道 这么说吧 钱我可以借给你 不过你总该表明一下身份吧 然后说一下 你想要干什么 对吧 五千万美金用来吃饭 这理由好像有点 不太现实吧 唐姆欣也是感觉出不对劲来了 那要知道 这洪德丽是败家子 想要借个万八百块的 是吧 生活吃饭 那也算是情有可原 真要说起来 这要是个人才 给他百八十万 也未尝不可 可是这一开口就五千万 那再有钱也不能这么干呢 我说了 你就会借给我吗 不会骗我 女孩是瞪大了眼睛 那雪白的小脸上满是惊喜啊 行 只要你让我满意 洪德丽是笑嘻嘻的 拿出银行卡 啪 放桌子上 钱 我有 放银行还是借给你 区别不大 问题在于 我总得有个理由对吧 嗯 好吧 这女孩 看洪德丽居然是真准备把钱给的 顿时笑起来 笑起来的样子 特好看 眼睛眯起来 脸上 还有俩小酒窝 尤其是配上那饱满的胸脯 以及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的年龄 定力不够的男人 绝对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有没有 他笑了一会儿 随后是大声说道 初音妹妹 你在这呢吧 出来接客咯 姐姐来了哟 女孩这会儿一出口 在场中人顿时头皮是一阵的发了麻了 我的天哪 林初音的姐姐 那得多恐怖啊 多惊悚啊 多 哎嘛 而洪德丽脑海中却是猛的浮出了一个名字 圣杯中最危险的成员之一 喜欢研究生物基因的孙怡 果然 林初音的声面 从这实验室之内响起 哦 是孙怡 说话儿见 林初音从这实验室里头找出来 一见女孩 便是点了点头 你来了 真的是张怡啊 哎嘛 这孙怡一见到林初音 直接是扑了上去啊 一把把这林初音给搂进怀里头 笑道 哎 这么长时间没见到解救我 想我了没有 还好 没有感情的林初音怎么可能会想她呢 只是淡淡的说道 四年没见了 是啊 四年了呢 这个张怡啊 跟林初音 打好招呼之后坐下 笑嘻嘻的看着洪德丽 伸出手来 说道 洪德丽 重新介绍一下吧 我叫张怡 圣杯成员之一 外号杀人风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要说张怡这名挺好听的 问题是在于 她的这个外号杀人风 听起来可就不大好玩了 哎呀 你好你好你好 这洪德丽赶紧是伸手 与他握了一下 手感不错 软软的 洪德丽是笑道 那什么 九仰大兵啊 九仰大兵 张怡姐 你这是来投办我了是吧 五千万 保证没问题 圣杯成员 最危险的人物之一 杀人风张怡 要是能够五千万就收买了 那绝对是赚大了 钱呢 我就不客气了 不过 投奔满 还算不上 张怡是四下 打量一下周围 缓缓说道 说起来 这环境还真挺不错的 哎呀 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走了呢 哎呀 舍不得走 就留下呗 你要张怡姐 你在这研究东西 也方便不是 洪大丽是果断的刘鹤 那可不行 这张怡是笑嘻嘻的 伸手摸了摸洪大丽的脸 说道 代理弟弟 乖哟 姐姐我研究的东西 可是不能随便让人看的 所以 没办法咯 好吧 这挺自来熟的 你说这姐姐 唐沐昕在一旁 绝了绝嘴 一看就是个狐狸精 不解释 不过 他却没什么办法 圣杯成员嘛 还是最危险的人物之一 惹不起 只能供下来 洪大丽是果断的 打折随棍上 张怡姐 那你给我讲讲呗 你研究的到底是个啥玩意啊 既然是得了洪大丽的钱了 张怡心情不错 也就不着急走 干脆给洪大丽讲了下来 昆虫 昆虫你知道吧 我目前就研究昆虫基因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洪大丽 是上下打量了张怡一番 一眼 你喜欢虫子 是啊 张怡是笑着说的 虫子的基因 应该算是自然界最强大的基因之一了 就比方说 一种十分金贵 体型 仅是十毫米长 但是能拉起集体重 1140倍的重物 相当于 一般人提起两辆 载满货车的18轮大卡车 或者说 70公斤重的人 提起80吨的重物 厉害吧 这尼玛是想要把自己 变成绿巨人的节奏啊 洪大丽是满头大汉 那你这基因研究到什么程度了 这一次 是林初音呢 替这张怡回答了 四年前 张怡姐姐 就能够随时改变自己的基因 举起比自己重50倍左右的东西了 这张礼啊 那在一旁还表示 很难为行呢 哎呦 这四年也没什么进步 只能是 勉强举起100倍左右的东西了 一百倍 那就算他只有100斤 那100倍 就是1万斤呢 咱就算再打个折扣 那也是能举起两辆汽车呀 而且关键问题是 他还是个女人 还是个娇滴滴的 漂漂亮亮的女人 而且看他的样子 好像只是很难为情的事情 你吗 你吗 不对 老子今天一定是没睡醒 活生生的绿巨人出现了是吗 好在 这张怡呢 说完之后 立刻又补充了一句 其实 嗯 也不是总这样的了 呃 这个这个这个 呃 平时人家还是很正常的嘛 呃 你人意思就是说呗 你这不正常的时候就不是人了呗 说真的 现在洪德力很好奇 啊 张怡这杀人疯的外号 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杀人疯呢 听起来就很给力 有没有 难道 他真的杀过人 哎 那个 姨呀 这洪德力呢 小心翼翼的问道 虽然你力气大点 可是我看你也挺正常啊 哎 为什么要叫杀人疯这个外号呢 这个呀 张怡更是难为情了 两年前呢 我被非洲那边的雇佣军抓过 他们想要我的改造基因的技术 然后 人家也是没办法嘛 就把他们都杀了 然后 就得到了这个外号咯 说起来 人家也真的不是故意的 要不是他们动了色心 其实这技术 嗯 交给他们也没什么的 这这这这 这个 这个 看他的长相 那估计最多也就是 二十一二岁 撑死了说 二十三 两年前也就是刚二十二十一的呗 结果杀人放火的事 居然被他说的这么轻描淡写 好可怕呀 那个 哎 一眼 你现在还在研究 怎么让力气大呢呀 这红的力啊 那是下意识的往后靠了靠 万一不是人了呢 该不会 你是在往两百倍力量 这使劲呢吧 嗯 那他什么要 这个 要说张仪这种技术来 可能都有这样的属性 你提起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这话就比较多 林初音就是这样 张仪呢 也不例外 我目前研究的就是如何提高综合搏斗实力 那个巨沙中 听过没有 嗯 没有 这红的里跟周围人 啊 齐齐的摇头 这玩意儿很厉害 啥样啊 巨沙中 是一种巨大的昆虫 无翅膀 长约十厘米吧 林初音在一旁淡淡的说道 巨沙中 在近两亿年的时间里头 几乎没有一点进化 其体型特点 一直保持到现在 是整个自然界最大的昆虫 其中有的重量达到七八十克 比苍蝇大一百 到一百五十倍 是一般蝗虫的五十倍 林初音在一旁 淡淡的说道 我的天哪 一般蝗虫的五十倍 那得多厉害啊 红的里是惊悚的 有人做个测试呢 张仪是笑嘻嘻的说道 活吃碧日猪 顽虐螳 肢解屈炎 猛击并KO 捕鸟猪 打得皇帝八步 毫无还手之力 西米亚 厉害吧 厉害厉害 一姐加油 加油 这红的里是猛的点头 那当然了 等这些话说完了 张仪是问道 这回你该借我钱了吧 借 必须借 红的里是双眼发亮 一姐 那等你研究完了 到时候样品什么的 给我点呗 我用了之后 是不是也可以变超人了 对了一姐 你这也算的是 异能的一种了吧 想想都带感有没有 单手 举起一辆汽车 哇塞 这要是再配合上 外骨骼装甲 超人就此产生啊 这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相当于异能啊 初音的外骨骼装甲 装备上之后 不就是相当拥有了 放电的异能吗 我这只不过是属于 身体的内部异能 它的属于外部异能而已了 这张仪是指着 这临出音 哎 你还别说 挺有道理 就就就就不是说定了 五千万够吧 不够呢 你你再找我拿也行 红的力是果断的拍板 应该是差不多吧 这张仪啊 笑嘻嘻的站起来 不够呢 再找你要 反正估计你跑不了 那我就先走了 大力弟弟 等我研究出成果来 我就来找你 大约两个月吧 好 这红的力是擦了把汗 那那什么 小姨姐 给给她转下账吧 好的 少主 林小姨是带着张仪走后 红的力躺在这沙发上 呼吱呼吱的喘气 我那可去 吓人呐 太吓人了 这姨姐长得挺漂亮的 挺好看的 这事办的 推吓人了 说杀人就杀人呐 这个这个这个 唐不欣表示 还是有些惊魂未定 小手拍着胸脯 不对 小胸脯 说道 是啊 长这么漂亮 结果那么可怕 瞧他研究的东西 全部都是虫子 那个 初音啊 这红的力是想了想 他记得以前林初音说过 张仪是圣杯里面 危险性最高的人 所以呢 果断的询问 那个初音 我看这张仪姐的样子 好像也没那么吓人呢 这基因改造 副作用很大 林初音是淡淡的说道 张仪正常的时候还好 不正常的时候 攻击性非常强 而且因为基因问题 所以破坏力远超人类